再来关心昨天晚上法务部长罗英雪 批准了他上任以来第一批的死刑执行 五名死囚背负了11条人命 其中杀害了五名台商的大陆人 杜氏兄弟 直到死前都还在说谎 让执行的过程延缓了40分钟 另外性侵杀害了两名女问奖的戴文庆 表示自己食恶不赦 希望下辈子不要投胎 当他被执行死刑的时候 附近的狗还吹起了狗螺 让人不寒而栗 台北看守所内 法精点香击败地藏王菩萨 祈求枪绝顺利执行 对象是最早伏法的死刑犯邓国良 戏指双生命案 凶贤邓国良击欠女子350万 约出对方残杀 连十岁小孩也不放过 行刑前邓国良拒绝晚餐 表示无话所说 直到法警朝他胸口开枪 结束他罪恶一声 民国九十年 杜民雄杜云郎兄弟俩 和父亲为了钱 在大陆佛山截杀五名台商 接走一千多万台币 多年过去兄弟俩不敢说谎个性 在枪决前谎称已申请再审 但正实为胡扯后 予以枪决 但也因此多活了四十分钟 而在台中的枪击药犯 刘延国 民国八十六年 抢劫台中家庭麻将场 枪杀远警级中心女子 面对死刑 他仅说已做好心理准备 宁敢求死也不愿终身监禁的 还有花莲死刑犯戴文庆 民国七十九年杀人被判 无奇徒刑 复兴期间回家探亲 再杀女运奖 而在花莲刑场 传出试枪声响时 周遭狗肺连连 似乎都知道 二十九号当晚的不平静 五人魔 共背负了十一条的生命 也是法务部长罗英雪上任后 首度执行死刑 此次抢劫后 国内仍有四十七名死仇等待执行 何时会有下一波 没有时间表 法务部警强调会谨慎处理 记者吴平仪朱光宏 台北报道